其实这个东西呢 敦马跟柔佛苏丹呢 它是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看 第一呢就是 从经济层面来看 就是大批的这个中资进入马来西亚 是否真正的 影响 当地的这个马来西亚人 受惠或者是商家受惠 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报道说 其实 虽然中国中资呢 大批进入马来西亚 但是他对于这些本地的商家 能够受惠的其实并不多 因为中国的公司 把他们自己的资金啊 把他们的这个材料啊 工人啊 都全部都从中国带进来 但是有另外一边的说法呢 其实应该从更大的格局来看 所以在这一个课题上 在这个经济课题上 还有很大的这个辩论的这个空间 那究竟中资来到马来西亚 那志凤你怎么看 你觉得是不是真的会影响 马来西亚人的这些饭碗还是怎样 中资来马就跟其他的这些 外资跟其他的FDI 外来直接投资来马的情况一样 只是他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投资 有没有让马来西亚人受惠 这个这个是最关键 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 技术上的这个转移 然后他的一些采购呢 是不是全部都从中国进来 还是他有采用本地的一些原料 然后他的这个工人 所以如果这一些东西呢 都有马来西亚商交 或者马来西亚人参与的话呢 那么这一个投资呢 就真正有汇集到马来西亚 相反的如果他的这个所有 从A到Z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或者是从A到Y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从中方进来的话 那么马来西亚能够从中受惠的 这个巴仙率领域跟这些行业呢 就相对的这个少 而目前的这个情况 据一些报导看 观察的话 观察的话 他们都觉得 这一方面马来西亚公司 跟马来西亚人参与度呢 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 所以这也是 大担忧的原因 他们担忧 然后提出他们的这个关注点 希望说 这个中子进来的话呢 能够让更多的这个 马来西亚商家业者跟这个人民受惠 就比如说 像其他 像这个早前的这个 那些半导体的厂 在槟城 还是在其他地方设厂 然后请了很多的这个 本地的这个工程师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有让本地的这个人受惠 如果没有办法让本地人受惠的话呢 那么就会越来越多人就会质疑说 这个外资的进来 到底适不适合 或者是恰不恰当 明白明白 而且另外一点呢 这个中子进来 也配合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政治人就觉得说 这个一带一路呢 就是马来西亚的确是有参与 包括了这个 关单啊 跟这个把神刚都要可见 所以这些东西呢 应该要能够汇集本 马来西亚人 如果这个东西 没有汇集马来西亚人的话 那么可能就 对我们来讲 可能就 我们重新要思考了 实际面看上来 好像真的是麦迪一样 这个柔佛苏丹 或者是柔佛王寺的说法是 那个是填出来的四个岛 原本的地是没有的 所以整个这个森林城市呢 是地下的 那个地还在 哦 OK OK 原来如此 优优独播军オ